五天的国会特别会议 军署部长的汇报环节 前首相署部长在一一布拉星将下议院特别会议 描述为一场闹剧和对民主的嘲弄 这只是表明首相慕尤丁领导的政府不尊重国会和民主 在一层在首相署主管法律事务 但在2008年辞去内阁部长职务后 一词去巫统职务 他提到继承威斯敏斯特民主风格的国家Westminster 国会应以巧妙而激烈的辩论为标志 同时作为首相 也应积极参与回答问题 但在星期一 慕尤丁只是在议会暂停数月后 只发表了一个简报 重复我们过去听到的内容 并在任何议员提问之前 就消失了 这包括国家元首是否同意撤销紧急状态条例 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一一不拉星告诉今日自由大马 慕尤丁在议会休会后失踪 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最终 是由非民选财政部长回答了这些问题 当首相表现出对议会的不尊重时 这对对马来西亚来说是黑暗的一天 他指出 人们现在质疑国会特别会议的意义 却没有回答重要问题 显然政府不准备辩论 更不用说投票了 这不仅是浪费时间 而且引发了对政府合法性的质疑 他也对阿兹哈在下议院的行为感到失望 这对于以争取民主 善治和法治而闻名的人来说 是不能被接受的 即使他觉得自己不偏不倚 至少也应该表现出一些专业精神 他本应只是首相回答问题 尤其是有关撤销紧急状态条例的问题 在一一不拉星说 难怪五级牛乳俄区议员兰卡 巴星询问阿兹哈是否是政府的哈巴狗 前部长拉菲达也将这次国会会议 描述为民主的新低 他端促巫统关注国内局势 并要求其党员退出内阁 他表示 该党将继续与政府保持关系 并将在下届大选中付出代价 这些部长会为政府和首相辩护多久 巫统必须知道 只要党在政府中有代表 他就不能无动于衷 赛沙迪在周一的下议院特别会议上 讽刺巫统议员像是哑巴 这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 对国盟政府的批评相去甚远 巫统在哪里 他在社交媒体上严厉批评 但他在议会中保持沉默 什么也不说 前首相纳吉 为巫统在议会中保持沉默数天的指控 进行了辩护 在没有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情况下 在国会大吵大闹是没有意义的 但他指出 争吵不是办法 巫统在批评时也会提出建议 如果大声喧哗和批评能让失去生命的马来西亚人复活 保护马来西亚人民并保护他们的福祉 那就尽力制造噪音和批评吧 他说 最近很多人质疑巫统只会在社交媒体上发言 而在议会中却保持沉默 纳吉引述英语谚语 空瓶子的声音最大说 没有建设性意见的喧闹是没有意义的 这位北根国会议员认为 一个政党不需要花费数小时为成就辩护 另一方也不需要花费数小时千言万语 不断批评 他最终带来了什么信息 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府 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了 纳吉表示 人民代议是在国会肩负重任 特别是现在 该国正面临着 关系到人民生活和福祉的重大健康和经济危机 他认为 时间应该用来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而不是大喊大叫 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西指出 虽然内阁中有几位巫统成员 但他们并不知道政府取消了紧急状态法典 阿末扎西今天在脸书上发文说 这就是为什么巫统的失败与中央政府的失败有关 这是因为巫统议员正在为一个名为国盟的政府工作 而不是在第十四届大选中 应诽谤而落败的国阵政府 阿末扎西也试图以体育赛事为比喻 将巫统与国盟区分开来 表明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政党组织 这就像是让A队的球员替B队参加比赛 如果B队输了 应该责怪A队吗 这两个是不同的组织 他们的组织结构不同 他们的方法和想法也不同 由于国内新冠肺炎单日 确诊病例有升没降 前首相敦马哈迪 建议政府设立临时隔离中心 或接管私人礼堂 并加快冠病疫苗接种计划的进度 并增加流动疫苗接种队伍 甚至上门为人民 接种以降低感染风险 并减少新确诊病例的数量 他说 我国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00万 这意味着3100万人没有被感染 其中 可能因为没有检测而没有被发现 正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所说 减少筛查浆 减少确诊病例的数量 但如果根据官方数据 3100万人没有被感染 原因可能是他们 没有接触到感染者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戴口罩 经常洗手 最重要的是保持我们的距离 马哈迪指出 长期保持个人距离并不容易 人们偶尔会忘记保持个人距离 例如 如果您在祈祷时遵循标准操作程序 但在祈祷后 离开清真四十忘记了 您可能会被感染 他说 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工作场所 公交车 市场等地方 所以 要想真正避免被感染 就必须自律 严格遵守 标准作业程序 养成这个习惯 他说 冠病每天夺走 近200人的生命 加上庞大单日 确诊病例 只能在医院 治疗少数患者 数千名患者 被迫在家隔离 但他们没有接受治疗 也无法接触到家人 如果病情恶化 家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冠病会导致人呼吸困难 需要氧气 但家里没有氧气 单日确诊一万多人 当局应尽最大努力 收治病人 政府可以建造 临时隔离屋 或接管私人礼堂 这种类型的中心 只有普通病床 和几个医生和护士 他说 英国正在建设一座 拥有四千张床位的 临时医院 医生的任务仅限于 为缺氧患者供氧 两三天后 患者康复出院